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学第七章的导读 第七章是一个纯粹的解说的一个部分 而在这个部分因为是几率论的入门 这一章我会在我教完一轮的电子书的教材之后 我会再把中文翻译给正式上线 而这里就是纯粹的做一个导读 如果说不是我的学生的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后 再来看正式的电子中文版 也可以直接就阅读英文 那关于第七章的部分 我是建议同学及观众朋友 都从这个中场故事开始 因为中场故事它用了一个很不错的 归纳知迷一种哲学的思想实验 来带大家进入几率的理论 那我在我的课程中呢 有设计一份作业来帮助同学呢 了解归纳知迷以及知迷是什么 那如果你能够对这个 在画面上这个作业的问题呢 有一个先形成一个想法 再进入第七章你会比较容易 那观众朋友呢可以先暂停影片 来好好的想想 那我接着就来谈看 就来告诉大家 第七章呢 建议的一个阅读的顺序呢 就是按照这个书 在这本书的单元顺序来进行 那在我是那我特别建议呢 你7.1的部分呢 他是做一个基本的几率 真实几率以及数学几率的一个介绍 而7.2呢 他介绍了两种统计的或者是几率论的观点 一个是我称一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称为 次数主义观点frequencies的view 那另外一个呢是被试主义 被试观点base and view 那这两种观点呢 其实都跟前面我设计 我要请大家呢 去先去想想的中场故事 是有一些关联的 那么我也会在我的课程中呢 会有比较清楚的解说 说明这两种观点呢 是怎么样 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使用统计的方法 那基本几率论呢 到二项分布以及常态分布 都会是接下来的 嗯 运用样本估计 位置量数 以及假设 简定 简定 要学习这两个单元前的重要的先辈知知识 而这里他主要都是用一些 大家可以用持笔算的方法来的 或范例呢 来让大家来去来去聊 来去认识 你要如何 你可以怎么样去去 运用以及理解这些 几率的分布 那在我的课堂中呢 我会再介绍一些 相关的资源 而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呢 我会放上一个我推荐的 动画化的网站 帮助大家呢 能够去聊 去对这一些几率分布 有一个更能够透过互动的方式 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认识 好 那希望各位同学学习顺利